哈喽 大家好 今天是2024年的1月16号 今天礼拜二 现在是上午的10点 我们现在的温度是刚零下1度 现在零度了 昨天晚上大概9点多开始 对 89点开始下雪 下到现在 地上薄薄的一层 因为都是在零度左右 拐弯你开它们这么快 因为在零度左右 所以说地上还没有 怎么说呢 这个主路上的你不用看 主路上是洒过盐的 洒过盐的它就没有上洞 小路上它可能就是比较容易上洞 但是今天还好 今天我感觉小路上 因为 是不是走错路了 走错路了 前面有个垃圾车 我们就不跟他后面了 跟他后面吧 待会儿你还得很麻烦的 我们从这边拐到大路上去 是吧 拐到大路上去 你看这个还是一个坡 这还是一个下坡路 下坡路要小心 下雪开车最好的 我自己的经验就是一定要慢 一定要慢 因为平常你开个20 20左右的话 你觉得这车已经很慢了 但是下雪的时候一定要慢 特别是拐弯过弯的时候 你能控制到15到10是最好的 慢慢的开 因为这样的话你才不会打滑 因为今天是第一天下 它没有上洞 今天晚上停雨停雪了之后 你看现在是下雨 现在并不是下雪了 这个雨下下来之后 晚上气温一低就上洞了 上洞了明天都哪打滑 你知道吧 很麻烦的今天还好 但是还好这个不是连雪 什么连雪呢 就是连着一天两天 两天三天的不停的下那种 那样的话 马上这个地上全部上洞了 就麻烦了 然后可能礼拜五还下 我看一下 今天是礼拜二 礼拜二、礼拜三、礼拜四 礼拜五还会下一场雪 下礼拜二、三就开始回暖了 就到零上了 下礼拜四还下雨了 基本上这个雪呢 存在时间不过超过这个礼拜 最多一个礼拜吧 基本上这个雪就没有了 所以说现在雪很珍贵 以前我刚来纽约的时候 我妈的雪下了半年 我就没有看清 这地面是长啥样的 你知道吗 一下飞机就是雪 然后呢 然后一直下的妈的四五月份 大年多啊 全是雪 哎呀 真受不了 要慢啊 现在车数到15 下坡一、下坡要再刹车 一定不要不要不要 因为我车就是有一年冬天 就是为了赚钱吧 然后结果打滑打滑 然后撤 就是打滑直接用整个车测绳 撞到马路崖子上了 然后加上我还打了方向盘 结果那个转向机被我打了 打废了 换转向机也花了我一千多块钱 哎呀 没办法啊 你看主路上就基本上都看不到雪了 为什么 这边撒的盐够多 加上现在在下雨 车多 车多也带走 也有很多热量 这个地方是上的 今天我们干嘛去呢 我们去游啊 哎呀 下雪天去游泳 这个是非常爽这些事 我就不知道有没有开门了 再考虑今天 要不要去干活啊 因为我看一下这个雪 大概下到三点左右吧 三点左右 然后四点就不下了 但四点就开始上冬了 就开始降温了 降温到零下一零下二度了 今天是最高温度是零度 最低温度是零下六度 明天是明天最高温度零下四度 最低温度零下八度 也就是说明天后地应该是在化雪了 化雪了 因为就会下雪不冷嘛 化雪冷了 这个是一个常识 然后礼拜五在下年雪 礼拜六礼拜天在化雪 礼拜一零下七度到一度 就慢慢开始吃冷了 礼拜二又是零下一度到六度 礼拜三是下雪 0度到5度 礼拜四是三度到七度 当然这个我念的 我念的只是今天的 只做今天的参考啊 到了那天可能温度什么都不一样 这个是很正常的 毕竟是个预报 预报 知道吗 是个预报吗 那为什么要我往这个地方弯一个大弯 但是像这样的天气不影响出情况 该上班的 上班的 并不是很严重的 对于在city圈这块的话并不是很严重 可能郊区郊外的话更远一点的地方 偏山里面的 那个就麻烦了 你像今天我如果去长岛的话 可能要去山里面去送了 那个路就比较难走了 哎呀 我想你今天到底去不去送了 这个钱也不好振呢 万一打滑出了点事故 这个不是说 哎呀 耽误时间又费钱了 现在车速是20 对吗 现在零下1度 零下1,40度 车里0度 我们走 我们换个车道吧 哎不行 后面有车 哎呀 这个休息了两三年的 陈雪车 今天总算派展旧程 然后车距也要稍微大一些 滑溜车 大滑溜车也不 看没有 这边还堵车了我猜 你说这个 下雪到底有 你不影响人的出行啊 我觉得是 我觉得是不影响是吧 这边为什么 它这边就不让往往左拐了呢 咱们了嘞 哎呀 卧槽 这个大车堵这儿了 哎呀这边都不让往 不让往这边拐了那怎么弄呢 这可以往这边拐吧 神经病 可以往这边拐了 为什么 手拉着手耳聚唱歌 哎呦 哎呦 堵车了堵车了 Sandwich King 以前的人就喜欢喝咖啡喝奶茶 然后就到这样的奶茶店去买一杯咖啡买杯奶茶 喜欢吃三明治的买三明治 不喜欢吃的买个面包就去上早班 就感觉有点像香港那个时候的那种生活 你不知道为什么反正就是你到香港了那个地头了 然后你就得按照他们的生活习惯走 比如说去喝杯咖啡买个奶茶 中午上午还有点心 下午还有点心还有咖啡 这个非常有意思的这种习惯 但是你要知道随着 你要知道随着这种文化氛围的过去 现在也很少有人这么玩了 大家都随便吃 想吃就吃点会想去拉倒 刚把速度提上来这个又才刹车 这个地方你打手 像右边这个车是来接人的 接人的 如果说你是来送餐的话 你这边没有办法停车了 那就只能打双闪在这了 然后你再上去 很麻烦的很痛苦 我感觉这样开始 这样的工作还是蛮痛苦的 它不清爽不流利 它老是在挑战在这个法律与 是违法与不违法之间的灰色地带 就是可以说你是违法 也可以放过你 这样的区域我就不太喜欢 我更喜欢有一个明确规则的地方 这还有当铺 当铺它英文名字叫Cash Loan 是吗 还有韩文的 韩国有当铺 这个还不知道 有西班牙语 有韩文有中文 有这个 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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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条路 这条路 以前有很多 嘿嘿 OK 然后我们现在往这边走 还有还有十分钟 还有十分钟 这边都OK了 这边都没什么选 去公园看 应该怎么选 这是我们要换车道了 这边是上桥的 我等我一虎又跟这辆车开过去 快快快开过去 我们换上车道吧 这是免天啊 到免天了 你不让进去 咋回事 不让走了 这桥底下停车 到底是收费的还是不收费的 看到 15个小时 1块5 1块5个小时了 现在这停车都涨价了 像组线上停车 1个小时是2块钱 像这个桥底下停车是1块5个小时了 哎呀 这个对我还是都能涨价我操 就比如说你5年前 你一杯咖啡 不是一杯咖啡 就是你1块蛋糕 是吧 咱们就拿蛋糕来 就是一片蛋糕 slice 一片蛋糕 5年前是大概6块钱 现在都8块钱了 是吧 45年就涨2块钱 不得了的 哎呀 物价涨的真是太凶 太凶惨了 你看这两边的房子都是近五六年建的 近五六年建的 好像不止五六年 反正就是起码是我来之后建的 我来之前实际上没有 这个叫 这个右边这个建筑叫什么 安桥酒店 这个是有的 这个是我来之前就有的 天井好像是我来的时候差不多 天井也是我来的时候差不多建好的 反正我来的时候就有天井 这几栋房子是有的 但你看有蓝色玻璃的 基本上都是这五六年建的 基本上它左边这种政府楼就是 很多年前就有了 几十年就有了 反正你从建筑里能看见这个时代的变迁吗 就是感觉这个建筑比较老气的 基本上都是很早以前的 真的 哎 这个时候去逛商场还是很舒服的 哎呀 咱去游泳啊 很爽啊 昨天上午做了几单 下午做了几单 没有到一百块钱 七十多块钱 不到八十 但是中午还去吃个饭 来回家二三十麦去吃这个饭 然后喝了一杯咖啡 吃了两块蛋糕 这个蛋糕啊 你要吃那种纯美式的蛋糕呢 就特别甜 甜度爆表 就是有一家蛋糕店呢 它的不是那么甜 反正是挺好吃的 但是蛋糕呢也不能多吃 一块蛋糕相当于一顿饭了 所以我昨天晚上就没有吃饭了 因为你的热量够了 够了 够的话就不需要再吃东西了 所以说怎么吃东西 我现在感觉我这个闷饭有点吃腻了 哎呀 现在也不再想吃闷饭了 还有啥这种饭能吃让我藏 我现在有点 哎呀 郁闷了 吃啥饭好的 今天要不要去买两个盒饭 大包带过去 但是我不确定呢 我不确定我今天会不会跑多久 游完永将近十二点 十二点的话就跑过去一点多 最多做到四五点我就得回来了 因为我也怕上洞了 你看前面那个左边那个黑色的那个 黑色玻璃这个建筑 看起来比较现代的 也就是近三四年建筑 应该三四年建筑 我想看看 差不多 好像它不是建筑 只是只是把外面翻新了一下 这个黑色的 但是我也不确定啊 我现在有点疑惑 这个建筑是什么时候建的 还真没有印象 然后这个积电 不是这个积电 这个走地积这个积电 反正积电 这边呢 下面的两栋建筑 这个我知道 这个肯定是这三四年建的 因为我从拍视频到现在 这个积电 这个积电 这个就开始在打地基 然后又开始建好了 当修了 然后开始卖了 这两栋建 如果是可以百分之百确认 就是这三四年建的 OK 我们到小底下了 我们去游泳吧 现在是10点18分 我们现在啊 待会儿有空就再录一录 没空就拉倒了 拜拜 OK 现在12点多 12点12分了 游完泳了 现在本来想去缅间买两个盒饭 结果我想着这下雨下雪 一来一回又得一个小时 吃完吧 开到长岛了 估计得1点半两点了 那这样的话还做个屁生意 那想的呢我就算了 我就看一下 直接去长岛了 随便倒个地吃个饭 今天呢我估计很够呛 本来想做几单 还是做几单吧 赚个饭钱是吧 赚个油钱赚个饭钱 是吧 赚个油钱赚个饭钱 是吧 现在我看一下是走高速还是走楼口 感觉有点乖乖的 走高速应该没有很大问题 高速上应该都 都应该是下雪 应该没有很大问题 咱们去哪吃饭呢 上高速吧 上高速吧 现在还是到一度了 到零度 零度 现在吃完还是零度 今天最高温度就是零度 两三点就要降温 干一两个小时 看看能不能干点饭去 看这上高速应该没问题吧 那边靠近公园 挖地 应该这个高速是没问题的 就是Local的话可能有点麻烦 因为有些地方 毕竟不是每条街道都不会被采取 万一去了那种比较远的街道 今天其实有点危险 但是人太慌了 对吧 遇到事儿不要慌 哎 找一个地儿先吃个饭吧 嗯 在哪儿吃饭比较火焰一点 先到这儿找个饭点吃饭吧 别站那儿呢 你看右边这个小哥 这个小哥 这个是送哪个块 送哪条外卖的 太猛了吧 下学也出来送 既然你都出来送了 我再不好意思 我再不好工作的话 那这真的是不好意思 是吧 人家骑电动车 骑摩托车都出来了 你坐在汽车里面 你还不出来送 还好今天比较幸运 应该是 下到下午就应该是不停了 停了到无所为的 可能明天如果是刮风的话 可能会更冷写 明天零下八度到四度 明天零下八度到零下四度 应该没有好大事 礼拜五再下一场雪 过了礼拜六礼拜天 下礼拜就好了 希望就在年前 哎呦我这个 我感觉这个天气啊 这每周天气都不一样 这个是不是有一定的规律啊 就是每七天的天气都会有变化 前面是一辆出租车啊 软风 哎呀这种出租车 我想看看 因为我刚开始 然后我也买的车就是这个软风 然后他卖给我 带款不带给我 导致我只能买这辆车 但是对这张车一点干你嘴 型号啊配置啊功能啊 那他说卖车的时候和软风差不多 其实这个比软风的好复就是 他的那个排档啊 是直进直出的 那个软风的排档呢 是歪歪扭扭的那种 要比如说你想挂一个档 他要往左往右拨一下 然后再挂一下 还没有 今天上高速度是没有一点问题 对 好了我们先到这儿吧 待会儿一空就聊 没空就拜拜了 拜拜 我们这个油站的油价是3.05 我们现在是1.50 差不多过去一个小时了 大概接了三四半左右 本来是停了雨的 这一会儿怎么又开始下了 奇怪的 然后这边路上都还挺好走 没有很多的积水 还行吧 反正就跟一场小雨一样 不至于导致你不能工作那种 哎呀我上下个礼拜去买了一件 这种防水的外套 还真是发挥作用了 现在虽然说我这外面是湿的 但是呢过一会儿它就干了 看来这个衣服是买对了 这个衣服原价149 149 打完折之后才 才多少钱来着 59吧 是打完折的59 就是它的袖子不好看 袖子就是那种 像那种内胆那种袖子 还没有袖领 反正就是 还行 里面是绒毛的 绒毛呢 就会有那种保暖的效果 但是我觉得这个绒毛吧 也就是保暖 也就是保暖 这么两年三年 两三个冬天 它里面的那个叫什么毛 还是大的什么 它就会变硬结块 一结块吧 它的保暖的效果就差很多 而且你的衣服也不能经常洗 一年洗一次两次差不多了 得了 每个月都洗的话 基本上穿个一年两年 基本上就废了 我觉得还行 你看这边的雪 基本上都没啥 做了一个8块钱又5块钱 还有一个4块钱 8块5块就是13 13加4块等于17 17加这块是17加10 27块钱 还可以啊 不要看这短短的一个小时 我就做了这4单 结果又27块钱 这还是我出乎我的想象的 我想的几块钱单子也不至于吧 因为我是12点 吃完饭嘛 12点半嘛 吃完饭 12点多吃完饭 然后我就 我紧接着我就开系统 接了一单汉堡王 接了单麦当劳 接了单中餐馆 又接了一单这个叫什么 这是什么啊 这单大饼 两个披萨 两个披萨 一袋沙拉 两个披萨 两个披萨 泥瓜风吧 又零下15二度的 这边都黑的 没有什么雪 哎呀 本来也没打算 现在两点了 两点咱如果是就这个状态的话 咱就坐吧 是吧 坐到晚上去也无所谓了 我看一下明天那是放晴的天气 明天基本上三四点还下了点雪 那五六点稍后就不下了呀 明天早上七八点就放晴了 明天早上七八点零下八度 最冷的时候了 明天早上五六七八四个小时 是最冷的时候了 反而十二点 反而十二点它并不是最冷的时候 那就意味着明天中午最高温度是零下三度 那OK了 零下三度也不是特别冷 不是特别冷啊 这雨怎么又下雨大了 不是说停吗 小邋遢 小邋遢 镇压整邋遢 邋遢 邋遢倒忘就是了 这边呢就出了这个 出了村子 啊不是出村子 就出了这个商业街了 这边的雪你看就感觉就比较多一些是吧 这边车少人少 相对于都比较多一些 邋遢倒忘就是它 谁也不告诉它 哎呀 我看里面的小区里面的这个街道 基本上能处的雪基本都处了 除了一些极偏远的车道 基本上都OK 哎 哇 哇 嗯 这边就这样子 我看那些小区里面的雪 大路上几百多岁 大路上几百多岁 几百多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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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吧 我们先到这吧 待会咱们有空再聊 2块2毛8 2.200 这什么玩意儿 星巴克啊 这种单子接不接啊 2块2毛8 2.200 接 那不卷死你的毛毛蛋 好 先到这了